最新的2024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由成功大學再次奪冠 不過以前30名來看 技職體系的學校有時間上榜 占了榜單的三分之一 比一般的私立大學還要多 這個比例也是創下了近三年來新高 專家就說學歷固然可以加分 但如果就業就立刻具備戰力 同樣也受到企業勤奈 新鮮人求職在履歷表寫下最高學歷 近期快樂工作人雜誌公佈 2024年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 前三名雖然和去年相同 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以及清華大學 但在榜單前十名中 有兩間技職體系學校上榜 分別是第六名的台灣科技大學 和第九名的台北科技大學 顯然企業認為學歷固然重要 但能力更重要 能力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重用 有一技之長比就是 只是念完一般大學來的重要 科技大學學生 他們其實也非常的優秀 然後態度又更謙卑 以調查結果前三十名來看 比較特別的是 技職體系學校有十間競榜 包含台科大 北科大 高雄科大 龍華科大 以及雲林科大等 占榜單三分之一 更超過競榜的私立大學八間的數量 占比創下三年新高 專家說學歷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但學歷保鮮期 大約只在進入職場的三到四年左右 另外進一步調查企業建議大學生 培養的能力包含解決問題 溝通表達韌性與適應性 團隊合作自我學習等 代表在企業中與人協作不斷精進 自我都是跑贏執押馬拉松的關鍵 接著劉聚盧波聰 台北報導 大選落幕 旅遊業在喊話期待 賴蕭沛可以穩定兩岸關係 努力讓兩岸人民正常交流 目前我國已經宣布 今年3月1號之後 台灣人可以組團到中國觀光 但是陸客來台卻始終沒消沒息 業者更點名陸委會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能像過去 輪委只會跟中國吵架的單位 韓國團客跟著導遊在西門町打卡點大合照 週末商圈 人潮爆滿 其中不少都是外國遊客 但來訪旅客國籍組成跟疫情之前很不一樣 香港 新加坡 甚至我們的越南 泰國 還有日本跟韓國的顧客都非常多 這些顧客來台都還是會有鎖定一些目標 就是像鳳梨酥 比較經典的 周邊伴手禮 餅店最有感 少了陸客 但其他國家旅客來客數有增加趨勢 業者也趁勢推出改兩款茶口味的鳳梨酥西客 不過旅遊業仍認為 台灣旅遊市場異後復甦力道不夠強勁 就是兩岸的這個旅遊 疫情過後呢 它整個就是兩岸交流幾乎是中斷 陸客來台人數從104年400多萬人次一路下滑 疫情爆發前一年108年至少還有270幾萬人次 但疫情過後112年1到11月 萎縮到只剩下19萬人次 就算我國早已釋出善意 宣布今年3月1號之後 台灣人可組團附陸觀光 但陸客來台卻始終沒消息 陸委會就是在蔡英文的這幾年的執政當中 這個大觀察將是負責 專門負責跟中國大陸吵架的那種感覺 未來應該在重新組閣之後 陸委會他是不是能夠務實的 跟大陸展開對話 賴清德過去曾喊出 觀光立國 世界台灣 也強調歡迎陸客來台旅遊 選後兩岸現狀能否改變 備手關注 記者 正山雲 林宇特報導 選戰令類交點來看到 立委當選名單出爐之後 有民眾發文表示 這一次立法院各路戰神齊聚 點名了扶龍王 王世堅 韓國瑜 黃國昌 謝龍介 還有空戰天后 徐曉星等人 還說相信接下來的立法院會很熱鬧 台北市是流氓當家 黑盜治國嗎 過去的議會戰神王世堅重返立院 經典畫面再被翻出 進土城看守所前 我提醒你 記得把橘棍球吞下去 今天要進入這條路 你必須踏過我們死亡 要賣這八點 大選過後 網友意外發現 這次立院各路戰神齊聚 第一名就點名扶龍王 王世堅 另外還有這幾位 韓國瑜 黃國昌 謝龍介 被網友評為全明星陣容 名單戰將 獲力十足 經典在線 韓國瑜和陳水扁之間 韓國瑜說他承認動手打人不對 上演全武行當年擔任立委的韓國瑜 直接出手打了十任立委陳水扁 最後公開道歉落幕 這回韓國瑜回國國會 網友喊話 等著看立院再變成武打片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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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雕是天生的 妳沒用逼雕 逼雕是逼雕有贖 逼雕是逼雕有贖 黃國昌也回過立院卡斯黃金陣容 網友直呼將來會比八點檔還好看 根本不用麥克風了 當然也不能漏掉一腳成名的女戰神 加上新生代空戰天后 徐巧思音在國會表現 備受期待各路戰神齊聚 立院戰場最新賽事即將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 也是選戰的另類話題 這次民進黨立委鄭運鵬連任失敗 不過日前他找來兒子 德德助選掃街意外讓兒子的高顏值曝光 也在各大的社群平台上掀起了熱烈討論 有網友發現呢 德德長相清秀精緻 神似韓星車營優 紛紛敲碗原地出道 甚至建議鄭運鵬任期結束之後 轉當兒子的經紀人 掃街車隊上街 在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身旁 竟然有位高顏值少年 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 原來他是鄭運鵬的兒子 德德選前被爸爸找來助陣拉票 結果明星臉曝光在網路上 引發暴動 紛紛敲碗出道 甚至立功連任失利的鄭運鵬 任期結束後轉當兒子的經紀人 德德不只五官立體 氣質也相當清新 帥氣模樣被發現 積似韓星車營優 也因此被網友封為桃園車營優 長得滿好看的 也滿像的 很帥 應該80%吧 德德人氣超旺 甚至快超越爸爸 鄭運鵬投票日當天 在社群PO照分享 沒想到底下留言大歪樓 大批網友竟然只在乎德德 頻頻發問德德呢 還有多名網友直接認清 讓鄭運鵬簡直成了國民公公 也有人超直白 說沒PO德德 讚數堪憂 還搞笑表示 請德德來陪我 要鄭運鵬去陪另一個德德 賴清德 而挖出鄭運鵬年輕時期的照片 其實樣貌也十分清瘦 兒子頗得真傳 在德德帥樣曝光後 傳出有多家經紀公司 有意洽談 但鄭運鵬則透過助理回應 沒收到相關消息 兒子是否要走演藝圈 會尊重他的意願 德常病毒中正的命為通知單 而其實德德不是第一次 公開現身鏡頭前 2012年時 他曾因感染腸病毒 一度病為昏迷 康復後跟爸爸一起 為當時的疾管局代言 當年稚嫩可愛的模樣 也因爆紅再度被翻出 意外成為選後焦點 謝謝陳琳葉林凡 台北報導